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简单 因为今天网上也有回报这段新闻 就是前年2018年 纽约时刻写一段新闻 就是说当时何志平被捕的时候 他第一个打电话呢 竟然是现在的民主党的参选人 拜登的弟弟 James Biden 那段新闻很有趣的 他就说 James Biden 他听到电话之后 这个是什么事 他不太懂他 他是不是打错电话 他试着想起来 他很可能他不是打 想打给 James 是想打给拜登的儿子 Hunter Hunter Biden 绝对不出奇 只要找到拜登那些亲信 何志平就有机会得到法律上的援助 第二可能有求情信 其实都是对于何志平 他上路云之后的审判 是非常之有用的 是 那件事是怎样呢 除了这件事之外 大家还要 现在在网上都找到一段新闻 甚至在这个所谓Hunter Biden 即拜登 这个参选人的儿子 那个Wikipedia 找到一段新闻 就是一条消息 就是说 何志平的老闆 因为何志平当时 是服务于一间 叫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 这间基金会上面 就有一个叫华信能源 这间是相当大的公司 董事长是哪个呢 就是现在大家在这个 新闻后面看到的 叫叶简明 或者叫叶建明 那原来 这个叶简明 或者叶建明 他是相当之把炮的 好猛料的 好猛料的 他第一次去见 这个拜登的儿子 Hunter Biden 的时候 当晚即刻 送了一只 2.8卡的鑽石给他 这个在现在的 Bitkid Peter 找到这个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 有两个结局 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送了 这个Hunter Biden 要不要呢 在围围的 就是说他没有要 OK 另外的版本 就说他要了 OK 要不要 大家再去探讨这件事 如果说他没有要 即是怎样 金床可能离开了 可能离开了 不是 不见了 即是在这个地方 不见了 在他的办公室 不见了 不见了 OK 其实这件新闻 如果你看到网上 就很简单 就是 何志平在服务于 这间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时候 就去了联合国 就在那个地方 就行溃了 一两个非洲的国家的领导人 其中一个是炸德 其中一个是烏光达 其中一个是烏光达 那炸德的案子就很有趣 就是说 那个总统 就突然间摆了一盒 那揭开了 那里面全部都是美金 全部是费用 那里面是200万 那里面是200万 那不是很多数目 以贵务来说 但是呢 我们做新闻 我们有一点点职业病 第一个疑问就是 有哪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不收钱 有哪个会这么青年 那如果你要根据 譬如说我们患了职业病的人去想 就是说 很可能就是这个是一个困难 就是 其实已经知道了 但是 这个联邦调查局在里面 就做了一些手脚 那你要了先 不是你不要要 那你跟着刷他出来 那你跟着刷他更多些 那你可以这样想的 ok 那我不敢一定说 局中局 就是 就是螳螂布蟬 就黄雀在后 那另外一个还有趣 就是还搞笑 这个就是在那个 China's Guardian 新闻里面说的 他就说 当时 这间公司 就是说 这间 中华能源基金会 他原来在Trump Tower 七十八楼 租了一个办公室 他其中一个 贵赂的行为 就是在那里做 那我们这些职业病 发作的时候 又想到一样 就是在Trump Tower 那里面 那特朗普有没有 装上一些偷听器的议论 或者是在家 那时候 他应该是美国总统 是的 已经是美国总统 已经是美国总统 那你说 整件事 整件事 是否相当之离奇 索迷利 我们可以用 但是这些 我们这些 那么灵类的想法 你在报纸里 你不会看到的 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发挥 我们的天马行工的想像力 那为什么我刚才提到 就是这件事 就是我们去年的时候 甚至是邀请过嘉宾上来 去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有一个灵类的看法 那这位嘉宾就说 那何志平 如果他放了牢之后 就不适宜回香港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中国为什么这件事 发生了之后 没有尽力去研究他 好像孟晚舟那样 就是发动了 那些舆论机 那原来 我据这位嘉宾说的 就是何志平吃了甲棍 何位吃甲棍呢 就是某方面 叫何先生 你出去和我派钱 那何先生当然派 但是自己抽起90% 你明不明白 为什么 OK 那我们 我们不能复杂查 这件事 我们 Julian 我派你去问何先生 OK 哇 刚才他回了香港 在这儿 接着要隔离 14天 14天 14天之后 我派你去去问问他 我收了很多 我们今天看到的新闻 没办法的 在坐牢 有人说 反而令到他的健康会 好一点 这个是 所以刚才我们也说 恭喜何先生 好了 整件事是怎样呢 但是如果你再重复一下 整件事是很神秘的 神秘在哪里呢 就是何志平回来 但是 其实这件事的主角 应该就是 后面这位 葉簡明先生 他的出身 到现在 都不是很难 很难解释的 就是一个大概 40多岁的人 福建籍 福建人 原着福建人 他突然间 一夜之间 就变得很有钱 他的说话 就是说 因为当时 奶昌升被抓了之后 他接收了一间公司 就是买了一间公司 所以他就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 有些人就觉得 你姓葉 如果你福建 你又跟这个 已故元帅 葉劍英的亲属 有关系的话 那你其实是不是 葉劍英的孙子呢 他自己是否认识了 但是 他现在的下落 是不明的 他大概在2018年的2月 最后见到他在杭州 有私人飞机 他跟着下去 就不见人了 不见人之后就说 他跟金足省的前省委书记 一个姓王的人 就有一些贪污的事情 所以他就被捕 但是现在你看不到消息 那阿Julian 刚才在开麦前 他问我 就是说他被捕之后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可以有两个想像 其他就是他真的被捕 或者真的因为这些事情 第二个想像就是说 因为知道他是被FBI在查 所以就会用一些方法 收起他 收起他 这个跟这个 这个马来西亚的那件事一样 那个 姓王 我知道 那是 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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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他到現在只不過是43歲 代表他21、22歲的時候就開始接觸到生意 其實20歲左右出頭已經成為巨富 其實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關注 據英文的報道說 關公司在未發席之前 即是跟公司成合了 連糧都出不了 突然間又可以搞石油 排面這個是專門做能源生意 大家要記住 這位葉先生是原籍福建 但他拿到香港身份證 他都可以說是香港人 這個也證明了一樣 香港對中國是一個很有作用 一個白手到的角色很出色 但是呢 Julian在這裏 其實有一個部分 Julian可以發揮一下 這位葉先生做生意是很厲害的 他捐了錢給Clinton Foundation 即是卡林頓基金會 錢不是多但捐了錢下去 他也有能力去見到 美國前中央情報局的主任 即是局長 吃飯 另外呢 以色列頒了一個名譽公民獎給他 是以色列頒獎 其實真的非常難得 是嗎? OK 非常難的 因為以色列他們本身 都是一個有保護主義的國家 他們都是不希望 不要說猶太人商人的利益 就是說他們 這個世界有很多方面 尤其是美國市場 有很多利益 給猶太裔的商人 對 他們都是以色列領的 自然他們就不希望 這些富商 他們的市場份額 會被其他的商人搶走 但是其實我們這樣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業生 都跟其他商人 猶太裔的商人 是有千絲萬縷的 合作商業利益的關係 他比得到獎項 剛才那個獎項 我都不敢說 一定是榮耀公民獎 總之是很重要的獎項 一定有原因 那什麼原因呢? 以色列是不會告訴你 那你自己猜吧 最重的一件事 為什麼Dulin在這裡 他發揮在這裡 就是因為這位業生 他曾經賣了一間俄羅斯的國營 Rosnet Rosnet 相當多的股份 那你講講俄羅斯方面 有沒有相關的資訊呢? 都是非常少的 因為Rosnet 其實是一隻國企 可以說是俄羅斯的國企 主要在俄羅斯的石油 都是這間公司去控制的 不過大家去到俄羅斯 都會看到 British Petroleum 這些外國企業 尤其是加油站 但是都要順暫一下 其實這些公司 只不過是外資 他們在俄羅斯開的 俄羅斯外資公司 所以這些是子公司 這些子公司 根據俄羅斯法律 是完全 至少要有51% 是由俄羅斯人控制的 在股份方面 這牽涉另一個問題 現在做俄羅斯人 是否好像做 例如美國人 或者這些歐洲 入籍這麼容易呢? 做俄羅斯人 其實只要你在那邊住 五年以上 基本上已經可以入籍 還有俄羅斯承認 生存國籍 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本身是海外的俄羅斯人 又或者 哪一個 他們可以證明 他們有一個 組婦 有一個組織 是有俄羅斯組織的話 其實他們已經可以 拿到俄羅斯護照 另一方面 如果任何人 是有蘇聯護照 根據俄羅斯法律 他們都可以自動獲得俄羅斯護照 換言之 以前的加盟共和國 那些成員 的人民 都可以拿到 現在的俄羅斯護照 只要他們沒有 現在獨立之後 那個共和國的國籍 其實有很多共和國 他們就說 如果你是吉爾吉斯人 又或者你是哈薩克人 那你就是哈薩克公民 那這些人 他們就不可以了 但是有很多 例如哈薩克出生的 俄羅斯裔人 他們都可以拿俄羅斯護照 但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他們拿俄羅斯護照 例如在土庫曼 那他們在土庫曼 所有的財產 就會馬上被土庫曼政府衝動 這個國家很奇怪 這個是世界上被稱為中亞版的北韓 他的簽證政策和北韓一樣 就是所有的國家都是他簽證的 而且他們今天 他們的疫情依然都是零確診 一無人去 但是其實一直都說 外界就認為他的疫情很嚴重 甚至乎在當地你不可以說就是肺炎 你完全不可以 但這個文組很奇怪 他其實有很多傳統文化都保留在這裏 而且他們說的語言和土耳其名很相似 其實是土庫曼的這字 就是好像土庫曼 即是突厥 好像土庫曼 土庫曼名叫做特律 特律 後面那裏就是這位葉建明 他風光的時候 被列為財富雜誌封面 世界五百強中國公司 最年輕掌門人 今天是小小鐘 剛才我想問你那件事 你很簡單說一說 當時這位葉先生 他收購俄羅斯的國營 一家那麼重要的公司 即不是收購 他買這個股份 俄羅斯本身的媒體 有沒有做一個反應 其實都是不多 因為他本身是國企 俄羅斯式國企 黑資企業 變成他有很多消息 俄羅斯的報紙 有一些主要的商業報紙 例如有一個叫什麼 商人報 他是有報道的 但是他報道只不過有報道 這隻股 這個羅斯尼爾已經是有 這個 葉先生的股份收購了 但同時其實都是有其他國家 例如卡塔爾 有卡塔爾 還有沙特阿爾巴等其他的財團 他們都是對羅斯尼爾的股份有興趣 但這些是牽涉到很多的外交 變成俄羅斯本身的傳媒 他會報哪個收購 但是他們都不會查過 那是抵制的 說回這個中資企業 在俄羅斯其中一個擴張 我想下載 就是現在莫斯科在建 一個 他們的地鐵系統 是有幾個環 最舊的環其實已經是五六十年代的 第二隻環就是差不多2016年 是用以前莫斯科環成貨運鐵路去做 第三隻環其實就是現在他們正在建 是否被中國建 就是被中國建 在中國 如果我沒有記錯在中國藍車 所以當時在莫斯科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情景 就是在莫斯科街頭 大家會看到中國式的工地 還有標語 有中文標語 是中文標語 像紅色那些字 寫著建築團結 很有趣 其實這兩件就會建好 這一個就是 可以說可以賺很多錢 因為它跟以往那條 2016年建好那條環成地鐵線不同 那條地鐵線只不過是說 要將本身已經在地面上面 那條貨運鐵路去客運化 但是這條新的環成地鐵線 就是在可以說莫斯科三環外面 三環外面其實已經不算是市中心的地區 所以它是很大的 所謂環很簡單 因為他們現在是那些 環成功能 特別是那些 所謂社會主義的城市建設 很喜歡環的 北京 北京 外環 廣州 我們第一次要記錯 因為這句題目本身是 後面有相當之多的涵意在 特別的涵意是什麼呢 我最簡單的一個直接的反應 就是 特朗普在總統競選的時候 他會不會拿回這件事出來說 待會就OK 第二次回來